今天来分享修心就这一个字 修心的要诀就在一个少字 一 少思则心静 小说《静花园》中记录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伯律国的小国家 国人从不睡觉 人们总是昏昏沉沉 寒昏度日 他们不睡觉是因为担心一睡不醒 忧虑会在睡梦中没了性命 因为日夜愁眠 所以他们每天都不开心 混混顿顿 有人因此精神疲惫 一觉睡去再也不醒 其他国人就更加畏惧睡觉一事 伯律愁眠不过是因为思虑太多 忧虑太多只会徒增烦恼 思绪万千便是焦虑根源 正所谓心有千千结 愁如双丝网 一代影后阮林玉也是二十五岁 死在了自己的心网之中 阮林玉因前夫张达民的勒索 饱受指点 因现任情人唐继山找了新女友 既言无所 他想不通 每月拿他生活费的前夫 为何如此残忍 坏他名声 本以为是真爱唐继山 转眼却有了新欢 阮林玉苦闷不堪 陷入思绪的泥闹 以为生活如演戏一样 仔细琢磨就会通透 殊不知 越琢磨 却陷得更深 他越是想弄明白 越靠近幽丝的深渊 随着越想越复杂 他钻进了牛角尖 走上了自杀这条路 很多时候 想不通就不要再想 停止胡思乱想 便是豁然开朗 诚如作家冯腾所说 我不多想了 就幸福了 换言之 幸福就是不多想 不多想 心情则舒畅 即使事事繁杂 仍能泰然自若 不多思 方能不被外界因素困扰 让心情保持平静 新静了 满腔酬绪 也是过眼云烟 拨开浮云 绿过喧嚣 就是神定悠闲 少思则心静 一茶一饭 一草一木 都是幸福 减少萦绕脑海的思绪 心静自然会变得 沉静透彻 不把忧愁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候 二 少念则心安 佛家有言 苦非苦 乐非乐 只是意识的执念而已 执于一念 将会受困于一念 一念放下 便会自在于心间 放下 是一种生活智慧 少念 是一种修养方法 若持执念 处处都是仇怨 放下执念 时时都是晴天 世间之事 不能庄庄皆如人意 只有放下该放下的 才能更好地绽放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南影 是日本明治时期 一位著名的禅师 一天 有个一脸愁容 郁郁寡欢的人 来向禅师问禅 南影禅师请他入室 以茶相待 禅师将茶水 倒入来宾的杯子 杯子满了 禅师仍继续倒 此人眼睁睁地望着 茶水溢出杯外 开口说道 师父 茶水已经漫出来了 不能再倒了 南影禅师说 就好像这茶杯一样 你心里已经装满 杂念和偏见 如果你不把自己倒空 叫我如何对你讲禅呢 如同李小龙所说 清空你的杯子 方能再行注满 空无以求全 只有放空内心 才能重新去拥有 在生活的风浪里 学会把笨重的包袱扔掉 才能减轻心灵的负担 看清了 也就看清了 放下一念 与世界和解 和自己和解 不止一念 最美的风景 皆在眼前 世事犹如 微微高山 若是带着执念 负重前行 便永无心安之日 岁月仍然 少些执念 向前看 方能神态心安 一念放下 便可绽放如帘 执念山茧 才能回归安宁 三 少欲 则心平 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 清朝时 有个秀才 因御令之婚 毁了大好前途 他在一家书店 看到一个买书少年 不小心掉落一枚铜钱 便紧紧踩住 待少年离开 玩下腰 喜滋滋地捡起 旁边的老者 目睹了这一幕 就问秀才 叫什么名字 他沉浸在 捡钱的喜悦中 得意地自报了家门 老者冷笑两声 就走了 不久 秀才蒙英 接任长熟县位 上任前 时任江苏巡抚 汤浅安 传令通知 他不必复任 并告知 他已被列入 检举弹劾公文 秀才质疑 我为何遭弹劾 得到回答 因贪 他到汤大人府上 预作解释 府上寻补 跟他说 汤大人让我问你 是否还记得 西年书店里的事 大人说 你还是个秀才 就贪财如命 若是做了官 更会贪赃枉法 成为一个 带着乌纱的贼 秀才这才明白 那日书店里的老者 就是唐浅安 他哀叹道 都是那枚铜钱 害了我呀 其实 真正害他的是贪欲 只有不过分 追求金钱 地位 权势 等外在之物 才能心平意满 张之洞说 无求便是心安法 不保真为 却并方 少欲少求 不被欲望障眼 心中的不平 愤懑 便像暖阳下的雪花 自然消失 不因身外之物 大喜大悲 就不会被 世俗的洪流淹没 不为金钱名利折腰 方能守住 最真的本心 简简单单过生活 寻常日子 才是最平稳的幸福 减少欲望 内心自然 安事 平和 四 少事 则心宽 人们总是将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当作贬义 却忘了 菜根坛写有 福莫福于少事 祸祸祸于多心 为少事者方知 少事之为福 为平心者使之 多心之为祸 人生最大的福气 莫过于 莫过于 无闲事扰心 无忧事挂身 很多时候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没事找事 只会 事得其反 作家 肖复兴 在我们的老院里 刻画了一个 爱多管闲事的寡妇 名叫张琳 有关张琳的身世 大院里 谁都说不清楚 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 院里院外的事 她都爱操心 爱张罗 乍乍乎乎 有人说她是热心肠 但是 更多人说她是 闲吃萝卜 但操心 不管旁人怎么说 无论好事 坏事 大事 小事 她都会 扯其放炮 一阵寒 热衷管闲事的她 给邻里 造成不少困扰 在一次 不太光彩的 管闲事活动中 趴邻居家窗户 不慎摔倒 引发脑溢血 因而丧命 世间知识 纷繁复杂 且不可多管闲事 惹人生厌 宋代诗人 陈玉说 闭门不管听前阅 吩咐梅花 自主张 他人知识 不管是糟糕 还是美好 都不要干涉 才不会招惹祸端 不对别人知识 指指点点 才能安详 自己的清闲 无事牵挂 便能心宽似海 平安少事 便可乐得自在 谨记 少事为福 多心招获 任他事来事往 我自独享清欢 人这辈子 无论是刻骨铭心 或岁月清浅 有一天都会还给时间 少思 少念 少欲 少事 一切随缘 方能安然悠闲 往后余生 静心看世界 安心过生活 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宽阔心 除惯碍 卷书自游 行止于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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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